大家好,我是飛飛 看到這一盆 亂七八糟的 是因為前一陣子我對它的整個的一個幹汁 還沒有很滿意 所以我就開始先放涼了 然後到時候再來看要怎麼整理 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啦 我來看一下這樣子 如果不整理的話 夜短不好癢 那我們今天就來稍微處理一下它 讓它看起來更有精神 然後更有型 我先把 一些不必要的汁先把它取掉 好,我看一下 先這邊這一隻我就先取了 這一隻也不需要 這一些也不需要 剪掉、剪掉、剪掉 讓它自己去生長 最主要我還是想養前面這一邊 中間這一段的夜短 其他的 開始處理了 剪掉 剪掉 這個也要養夜短 只能剪掉 這個相後的就不要了 如果一些剪掉 然後它沒有繼續長出來 就變設立乾癌 還好 那我不會覺得不好 那我可以處理一下 這一隻 我把它剪掉了 不然齁 每一隻都要流 這樣到最後會變得很亂 這隻也不要 這一個也不要 這一個 也不要 這一隻也不要 這一隻 就是這個 再放兩門的液液了 這邊把它處理一下 這液液好多喔 液下的液齁 這一個不要 這裡也不要 這裡也不要 斷筋夠粗 到時候 如果沒有就把它變成是設立乾 也不錯 好來 開始整理一下這一邊了 好來 接下來 整理這些葉團 這些葉團 有的真的 我異陽真的太多了 好 哇 你看 這個就之前 一次做的就不小心 一般就斷掉了 所以 你做設立啊 或者真的是要給它 放著自然死亡 之後再來做 雖然時間會比較久 但是它真的會比較 長久 比較不會像那種脆弱 OK 這個 不要了 選葉也要選 漂亮一點 不要捨不得選 認為說葉子都要留下來這樣子 反而有時候 刑不對 也不是一件好事 好 看現在這個刑都差不多了 然後到時候這邊 讓它自然死亡 你就讓它自然死亡之後 就變成是我要的設立乾 然後再來做濕雕 開水線 怎麼樣都可以 這個變成是我要的 然後我把之前的水線 我會再把它開大一點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放養的很亂的一棵樹 現在已經開始 重回它的型了 今天就開始 養它的葉團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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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